我們都會稱它叫做普通的個子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啊 哺音草就只有一個品種 那個品種就是這一個品種 是因為你剛剛看到的那些 那個只是個體上的差異 那除了剛剛介紹的哺音草以外 還有介紹一個 這也比較少見 就是一種水生的食蟲植物 它的方式也是跟哺音草一樣 只是它在水裡面 用來抓水中的混蟲 也是用地的那種方式 比如說自己把它放下來看 它的這個水草 這些蟲椰物 一個一個 就像磅殼一樣 跟哺音草的方式是一模一樣 它裡面也會有感應 讓小蟲啊 或是小蝦啊 或是蕨蕨之類的 小蟲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閉合起來 把它困在這個夾子那一側 慢慢消化吸收掉 那這是水中的哺音草 那現在介紹跟它很像 但是它不是用閉合的方式 它是用吸露的方式 這種也是一種水生的食蟲植物 它叫做梨藻 那梨藻有分兩種 一種是露生 一種是水生的 那水生的外貌看起來比較漂亮 我們介紹起來比較方便 那它是怎麼樣吃蟲呢 它喔 你仔細看 它的葉子身上啊 會有很多這些球囊 你仔細把它放大來看 它是長這個樣子 這種透明的球囊 就像一個氣球一樣 平常的時候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不一樣的 扁扁 但是它的這個末端開口處啊 有很多的感應毛 那這些小蟲呢 不小心碰觸到這個感應毛的時候 這個開口就會打開 那外邊的水 它那個小蟲呢 就會一瞬的這個開口 流入到它的這個瓶子中間 那當它泥片它外面都充滿了水 然後壓力平衡的時候 它的這個開口就會閉而起來 那被關在裡面的小蟲呢 就是慢慢慢慢 整個被它消化吸收掉 所以它是用吸的方式來抓它蟲 然後這是吸爐 這個叫做泥棗 那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這也是一種縮時攝影 你看它慢慢慢慢的衝當 好仔細看喔 它的那個透明的球狼就會慢慢跑出來 沒有 這就是它的普衝當 這就是它的感應毛 用來感測有沒有小蟲跑出來 這是什麼 應該很眼熟吧 喔 南部人超怕它的 腿部人也很討厭它 這叫做結卷 就是蚊子的幼蟲 這些蚊子的幼蟲啊 會來取死它們身上的一些藻類 那不小心碰觸到感應毛 它就會被吸進去 在這個球狼裡面 慢慢被消化吸收掉 這次運氣不太好 頭外卡在外面 身體不在裡面 那通常來講 它們就只能在這個球狼裡面 慢慢的 好 浮力 消化 分解吸收掉 這就是 以早 用吸霧的方式來抓蟲